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断地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中国经济保持在了合理区间 始终是中高速 四年来降幅也就是一个点 可以说是平稳的 不仅如此 我们不是靠大水漫贯的强刺激来获得的 而是推动了产业消费升级时经济结构 有新局面 通过加快新旧动能转变 实现转换 实现新的势头 更重要的是带动了 五千多万人的新增 劳动力就业 这些年来啊 我一直听到中国经济 很快会硬着路的声音 可以说不坚异啊 去年 在世界 经济和贸易增长 七年来增速最低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保持中高速的增长 这几年的实践 可以证明 中国经济应着路论 可以修业 实际上中国经济不会着 我们一直啊 或者会长期中高速增长 并迈向中高端水平 他会说 他会说 最大的贸易 但非常大 是 在四年 在四年前 在四年 和贸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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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国内 有所成功的 有所得出的新增长 来发展 与其中一项 和贸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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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的高度和高度的高度 也有非常高度的高度 我們將以為的經濟 沒有脫術的高度 而不是一個高度的高度 而不是一個低努力 而不是一個高度的高度 而是我們應該用到 提高度的高度 而是一個高度的商品 革慶的高度 和建立的高度 我們在這個高度 我们有最大的优 sant的贡献金 就是因为这个贡献金的对比资金的贡献金 而在城市中央跑出现了很多贡献金 退 cham港评兵力在超多年 我们在治免疫情参与中国的命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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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继续推荐 我前面已经讲了 不管有什么样的阻力 我们要有足够的韧性 因为改革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让群众得到实惠 为政之要 就是要 舍小一 小利 故 大一 顺 明显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